大家好,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工具 我想必大家有些人已经猜到我想干嘛了 今天我来碰一下运气 去那里面,里面都是水稻田 然后看一下能挖到野货 黄扇或者是泥丘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里面抓黄扇的 还有那个泥丘 小时候经常用这个 用这个去水沟里面或者稻田里面抓鱼 还有抓黄扇,泥丘之类的 现在我又把它带上了 看一下能抓得到吧 还带了一个锄头过来 带了桶子过来 这次的装备还是比较齐全的 看一下能搞到野货吧 搞到一斤也可以啊 这个野生泥丘在我们这边20多块钱一斤 走了 碰一下运气 进水了 咱们还是去水稻田里面 水稻田里面挖那个泥丘啊 在水稻田里面这两边再下雨 这个水好深 水鞋都进水了 走了 这里面有一条泥丘 挺大的 我要把它抓起来 大家看一下就这条泥丘 挺大的 大家看一下就这条泥丘挺大的 别跑 别跑别跑 别跑别跑 进去 碰到我们村上的人在这边拔小笋啊 有事儿静啊 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 咱们就在这边挖一下 看一下能够挖得到泥丘吧 小时候我们经常是选择这种活水 这个上面的水稻田 有水流到下面的水稻田 然后这一个地方 一小块地方啊 就是活水 水也比较深 很容易藏泥丘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下面 这一点点 肯定有泥丘 咱们先把上面的水给截住 不让它流下去 然后把下面堆起来 然后把下面堆起来 不凉的话 等我这个泥丘会跑掉 看到了一条 这里面就有三条 可以啊 像小时候我们抓泥丘的时候 像这种地方多的时候有几 有二才十条都有可能 好几条在里面 这个泥丘好小 这条好小把它放了 嘿 摸到了一条 摸到了一条 跑了 这里 这里 这个水又长起来了 没了吗 嘿 这里面挺多的 这里面挺多的 还有一条 看你往哪头 这里面一二三四 有十辣条在里面 还可以啊 这里面泥丘差不多抓完了 这个水要把它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十几条 给大家看一下 十几条 冲着一条 冲着一条 冲着一条泥丘 咬着就是这样擀鱼的 刚才是搞到的一条泥丘啊 这冲上来就不见了 在这 看你往哪儿跑 把你打晕 就一条 就一条吗 哎呀 这天空不做美啊 下雨了 赶紧回家 这条泥丘也放下去 一条工具 回家 现在下雨了 这几天我们这边都会下雨 然后沙大了那就完了 沙大了 这衣服都会吃掉 有这十来条 还不错吧 现在回家了 现在这个雨还没下大 赶紧回家 有十来条也可以了 改天等天气好的时候再过来挖 争取搞到一大瓦 完了这个雨下大了 好 好